巴西航母仅100多万出售 机会难得 适不适合我们买回来作为靶件呢 这艘航母又有什么样的问题 几天之前 巴西国防部启动了一项拍卖呈现 他们打算将本国的航母圣保罗号作为拍卖品 为这艘航母寻找新的买家 而且拍价仅为127.5万美元 仅售100多万的航母 恐怕天下也仅此一价 有意思的是 有网友表示 这么便宜的航母中国应该买回来的 当然中国自己的国产航母已经有了 肯定也看不上这艘巴西老旧的航母 不过它正好可以当作中国海军练习用的靶件 拿真航母当作靶件这么奢侈的事情 历史上也只有财大气粗的美国这么干过 早在1946年 美国海军拿出了萨拉托加号航母 与独立号航母进行核武对水面军舰的打击威力实验 而在2005年的时候 美军还把一艘小英级航母拉到海上 接受空中水面水下的全方位攻击测试 据说用了25天才诈尘 而美国也得到了宝贵的数据 像美军这么土豪的行为 对于刚刚拥有航母的中国而言 肯定是不敢想的 不过经过这种真刀真枪的实际测试 肯定能获得对航母攻击的最有效数据 这个是靠电脑模拟所无法比拟的 而这一次 巴西100多万借卖自己的航母 对于我们而言不正是一个机会吗 于是有网友提议 这种机会可不多见 我们该买回来给自己的导弹当靶件 到时候就把圣保罗号航母停在太平洋的中间 正好也可以检验中国的航母杀手真是分裂 当然也有网友表示 恐怕一枚导弹都比这艘航母要贵 更重要的是 因为这艘航母的特殊性 恐怕并不适合用来当靶件 圣保罗号的姊妹件 也是克里梦梭纱级航母的第一艘 被梦梭号退役后 一度因为船体含有超标毒石棉 而找不到船厂接收 克里梦梭号成为了一艘毒航母 当然卖给巴西的圣保罗号 自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这也就是巴西宁愿贱卖 也不愿让自家船厂拆掉的原因 因为污染环境的后果更加难以承受 因此我们该买圣保罗号航母 回来当靶件吗 答不行 因为有毒 到时候一炮给击沉了 航母的有毒物质不就全漏到海里去了 大面积污染海洋 对于环保先锋中国而言 肯定是不能接受的